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是三一省带县东流鼠冲 眼前的大院就是阳七郎牧区 前后两镜院落 坐北朝南 前院为纪念建入穷 后院是阳七郎牧 环顾前院是颗百年的参天古树 抽抽新枝 一派欣欣向荣 镇店共分的是阳七郎 阳七郎堂 东侧是阳七郎夫人杜金娥 西侧共分的是阳中宝 阳中正 阳中医 我们整体的看一下 先看一下阳七郎堂 门上一面 蓝底金字的牌匾 上述《威震神咒》 阳七郎演义里称之为岩寺 正中间是阳七郎的泥树彩绘 身形雍容 一身红色披风 背后插着令旗 供桌上摆放着各种供品 还有一株牌位 上书宋正吴永将军 杨延新审问 此处有误 杨延新应该是杨九郎的名字 这里是杨七郎牧 为何共分着杨九郎 里面一定大有玄机 视频结尾 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抛析 整体的看一下杨七郎店 墙壁四周 挂满了锦旗 左右各有一位鞋舍 左侧是孟将军 右侧是阴将军 东面的墙上还有一幅对联 杨七郎彩画 接力宝帮 仇树者 捐区报主 庆孤中 我们再看一下东侧的杜金娥店 门上牌壁 上书 护国 右鸣 四个大者 杜金娥也是一身红色披风 供桌上也有一宗牌位 宋寿定宫将军 分正远将军 一品告明夫人 杜金娥神位 我们再看一下西侧的店鱼 里面共分的杨中宝 杨中阴 杨中阵 杨中阵 杨中阴 杨中阴都是演语虚构 杨中宝原型应该是杨文广 杨六郎的儿子 整个前院我们就看完了 杨七郎牧位于后院 过去看一下 一条十指路引领着我们徐旅前行 两侧松柏长青 如同标冰一样 前面圆形的缝种 就是杨七郎牧 牧上方堆砌了很多黑石 下面是汉柏玉 整个牧种周长三十米 现在牧种修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坟种的四周有好多石碑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石碑上书杨七郎牧 杨七郎的墓碑 这里还有一宗石碑 盘龙背首 赤剑 宋正勇武将军 延心阳公神墓 大清乾隆念念 碎次以汉梦冲 凡事之县周敏一历 这里位于戴县 为何古碑有凡事之县而立 而历史上东流鼠冲 一直属于凡事管辖 解放后化归代仙 这里还有一宗十人 古婆厚重 大巧若桌 演艺里说 杨七郎死于潘若美之首 潘若美把杨七郎 绑在花椒树上 活活打死 然后抛进河中 被当地的老百姓捞起来 就藏在了我们身后这个地方 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这里是杨七郎吗 为何刚才排位 写着杨九郎的名字 演艺里说 杨七郎名习自言死 而且当地人 一直把杨七郎称呼为杨岩兴 这里我不仅疑虑 大家是不是也会不解 这里埋葬的会不会是杨九郎 杨九郎本叫杨岩兴 是杨六郎的异地 也就是说杨九郎是老令公的义子 正史里面记载杨六郎确无欺人 因此与杨六郎相关的人物 应该都比较真实 而当地的老百姓 以及本地实际的记载 可能是把杨九郎 而作为杨七郎 历史上的杨九郎原型是杨六郎的偏讲 而且天津和山东 也各有一座杨七郎墓 我们再来说一说杨七郎的原型 大家都知道杨七郎是演艺里虚构的人物 他的原型是北宋的另一位名将 名叫杨四 与杨岩四仅有一致是差 根据宋史记载 他与杨六郎在一起打过仗 南宋文人徐大超 从南宋文人徐大超写的《静鱼录》 不管是真是假 都已经不重要了 杨家将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 是因为他们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关注评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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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